曼城在全面进步 英超豪门曼城官方宣布2017-18赛季营收情况 俱乐部确认收入突破5亿英镑 成为继曼联之后第二支做到这一成就的英国足球俱乐部 曼城17-18赛季的总收入达到5.015亿英镑 其中实现利润1040万英镑 曼苏尔球长投资球队的第十个年头 曼城又创造了新的历史 他们已经连续四年实现了盈利 俱乐部的一切都在积极向上的发展 无论是商业层面还是竞技层面 曼城如今都是欧洲足坛第一梯队的豪门了 在曼城之前 唯一一加年收入突破5亿英镑的俱乐部是曼联 去年6月30日曼联公布的财报显示 红膜的年度总收入达到了5.81亿英镑 世上首次突破5亿 今年曼联的总营收预计会上涨到5.95亿英镑 阿森纳去年的收入为4.27亿英镑 切尔西和利物普则都未到4亿 曼城如今显然更进一步不了 如今曼城也在紧跟曼联的步伐 而从工资收入比例 阵容的前景等方面而言 曼城的情况可能还要比曼联更加乐观一些 过去 曼城曾被福德森条款 为吵闹的邻居 如今曼城正在全方位追上甚至赶超曼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